嗨大家好我是阿倫 嗨大家好我是林 耶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呢在三重这边租最后一天的房子 其实这边呢我们从年初开始住嘛 然后住了大概 快满一年啦 对快满一年 但我们提前的解约 等一下跟大家讲原因 好不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吧 好 来错 我们呢 就住在这儿 这边是玄关 然后我发现它就是 一卡皮上面可以入住的小套房 因为它真的蛮小的 大概10坪左右吧 可是我发现它的阳台比室内空间还要大 三分之一吧 对 可是我觉得它好的是它有装潢 就是是一个有一点美式工业风的感觉 这是美式工业风吗 有吧你看 不是吧这是极简风吧 它就是有黑色的那种铝框啊 上面还有那个轨道灯啊 就是有一点点工业风的感觉 然后我是觉得很喜欢的 但应该不是美式工业风 你觉得比较像是极简风 极简风就是有种水泥啊 清水泥 喔清水磨 清水磨 然后要想关注的来这边呢 就是一个 看桌兼工作桌的地方 我们把这个用 它明明把它绑起来 可是对我来讲 其实没什么影响 我每次来都撞到 因为我的身高一直都达不到 然后我每次都被这个东西撞到 我从这边一坐起来 然后就直接撞 工作的时候就有点不方便 然后它可以有点太汗了 然后再来就是客厅 它就是有点开放式的空间 它就是工作来很累 所以就可以在这个沙发上面 躺着休息 就放下来 这个沙发很适合我的长度耶 我都觉得沙发很浅 然后很不够做 所以我很不喜欢在这个沙发上面 因为我自己是不是很喜欢 它这个茶几啦 我就觉得茶几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它很浅 然后很浅就会很不够放东西 主要的问题是这间真的很小 我觉得这个茶几 如果是做下来的高度的话就很适合 就是做地板的高度 对啊 做地板的高度啊 然后在那边吃东西就很适合 可是如果是配沙发的话 我觉得这个高度就要高一点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个茶几 可能是因为这个空间不够 所以不能放那个大桌的茶几 不然就会显得空间太小 我们已经把大部分的家具都移走了 不然原本右边这个空间啊 它有一个小的推车 没事 反正我们下一集会介绍 我们的新住铺会介绍到 就是因为我们东西没有很多 所以这边空间看起来其实还蛮大的 但是东西摆一摆之后 你就会发现可以移动的空间就变得很小 但我觉得这间房子有因为它的空间不大 所以它有特别在有一些收纳的空间 等一下我来跟大家介绍 然后再来就是上面那一个 上面那边这个也很好看 但是重看呢不重用 基本上呢我们去房间 大家要知道为什么了 这间间是琉璃台跟小型的厨房 就是如果你要煮一些东西啊 泡泡面什么的 那这个还可以 你当初入住的时候 房东有规定说不太能用迷糊 所以就只能用电磁炉 微波炉 跟那一些东西 那煮泡面那起来就可以啦 那因为这边没有那个抽油盐煮 所以煮菜的话 还是怕那个东西油盐会太重 没办法排出去 然后这个是当初房间附的 大部分的套房都是附三门冰箱 所以我觉得它还蛮好的 还要附上我们的冰箱 然后隔壁就是厕所 然后我很喜欢厕所的那个 这个设计是 它是干湿灯的 我要先讲 因为它这边就是比较小 当然啦 可能是五个大字 所以我坐在这的时候 我手就会一直尻到这个 这个人很喜欢这边挂的东西 不然那边没的 然后就一直尻到一直尻到一直尻到 那没办法 这个东西要刷嘛 就是 浪费有一个缺点是 它这个厕所没有对外的窗户 所以 它全部都在靠这个 对 就是很容易地板吃的时候 你要花很多时间让它排干 所以我就一天到晚 要一直刷地板 但是我觉得要排干的 速度还蛮快的 然后它厕所也 那水压都蛮足的 然后这个水汽 冬天洗是有点小警工 但是夏天还OK 然后它的洗手它也很棒啦 它有一个收纳的空间 然后下面又有一个放东西的地方 对 大概可以讲 它厕所好 就是会让人 就是有时候餐厅吃的时候 你不想上 有想要回家就像这个厕所 最后就是阳台的部分 它阳台是真的很长 你可以走给大家看 我觉得它可以把一些空间拿来 做成室内的空间 都比较好 你看 1 2 3 4 5 6 7 8 9 4 4 1 2 3 4 4 欸我刚才没有走完 4个4 6 大概16步 阳台之前问过房东 大概也有占了两批左右 自己很大 它的洗衣机就是躺在那边 然后空冷气涼开嘛 现在带大家进去我躺带的地方 基本上桌子都太小了 然后沙巴也太小 所以我基本上是这个地方 就是进来里面 就是房间的部分 给大家看 其实房间 那边客厅再稍微再宽一点 因为它大概就是床大概这样 然后还多了一个这个地方 那它这个地方设计得很好的原因是 它的这边啊 每一个 都是柜子 每一个喔 所以那边三个 然后跟它的楼梯啊 咻 都是柜子 什么时候叫这个 多么宽 你不要不要 然后它的这边啊 这床拿起来的话 如果你给刚刚一点 这边下面 也是可以放大概这么宽的空间 所以有一些平常本来会运到的东西 就是使用几率很低的东西 就可以放在那边 但是呢 因为 不是只要讲到风水渠的东西 我们现在是因为要 明天要堆住 所以我们把窗摆成这样 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 反正就是 一样是 大人交代说 脚不可以自己靠床的 反正大人是有交代说 你睡觉的时候 你后面一定要靠床 所以后面要墙壁 然后你脚不可以对着床 带来这样 然后上面不可以是冷气 所以其实 房间它下面设计这个柜子 你就没有办法自由移动那个床 只有一点点的可惜 我是觉得这样子是 小小的尴尬 我是觉得这样的空间 设计师很厉害 把很小的空间 很小的屏数 弄成这样 这个状况100分 然后再来 我就要来讲到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我会说 它这个窗户的设计 看似很好 但实则没有那么好 我们把里面关灯 如果我们今天要我们这边睡觉 然后外面这边呢 有人在那边给我看电视啊 我说这个有人在这里 有那个看电视啊 用电脑啊 然后是各种 或是贴脸 没什么 干得到吧 有 很棒 进阶的巨人 就是只要外面有人在工作 里面这边就爆干凉 你跟我睡不了觉 这真的很凉 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贴 黑色塑胶袋 这没办法 因为真的是很凉 要嘛就一起睡觉 要嘛就是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 里面真的会受不了 它充装还很好 只是也是一样 错过问题 蛮比较严重一点 然后我自己是蛮喜欢 它睡觉有一个这个 就是我很喜欢它这边 然后开这个灯 谢谢哦 对 这个 它的这个灯 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但我真的是觉得 这个灯它这样 把线藏进去啊 这样做 我就觉得还蛮好看的 但它如果是打电话板的话 就会你不像是这样子 像是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不太去的 反正就是这种 直接打你的脸的 所以 你也就是这样睡觉 你在睡觉 然后这个灯 直接撒你的脸 也不太行 所以呢 如果你把这个灯关掉 然后你把这个灯关上打的话 就是一个相对的舒服的灯 但我们之前在那边 所以有挂那个蜡烛 就也还不错 就是有时候有一点 真光美气氛的这样 然后最后呢就是这边 这边是一个这个化妆台 然后这个是衣架 衣架就直接挂挂挂挂 它也不是一个柜子 它整体是开放式的 会让你觉得空间没有那么小 对啊 说过来就是这边其实小归小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是 也不用家里那么大 其实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东西 蛮多在公司 或者它比的东西是在它高雄的家 我们自己平常的东西 就大概就是生活的衣物 吃的啊 然后洗漱用皮什么的 但是虽然像旅馆 就是在这边的话还蛮OK的 但如果你看像我们平常 如果我们全部的摄影器 其实还是在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之后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公司 厉害的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自己啊 三重租有兴趣的话 但是好啦不行 不能帮他们讲 因为我觉得这是 我去杀戮回来很震惊的点 因为虽然说这边有装潢 但这边的地段你说很好吗 我觉得还好 但是就是因为 搞第一个嘛 公寓 它很明显是老公寓翻新的 再来它就是 旁边就是河滨 就是要还河的 不算是真正意义上面的 三重的闹区 它算是闹区的边边 但是它上台北桥很方便 所以它的好处 这边也有好有坏 我刚刚归了它几个优点 第一个是它离间站很近 其实走路10分钟应该会到 第二个是 它虽然离闹出了点远 但是它走一小段路 它也可以到夜市 当然像三合夜市 它可能也是10分钟之内会到 然后楼下就有便利潮箱 所以它也很近 第三个是刚刚没有介绍到 算是调宝室的那一种空间 所以我自己觉得 它可有压迫 像一般单红 其实你148公斤跟我提什么压迫 好好谢谢 然后第四个是我自己很重要 因为我自己很注重那个什么 洗衣机 是不是在厕所 台北很容易湿气太重 所以在厕所洗衣服的时候 它也没会觉得很重 然后它那边又是独立阳台 就是放在外面 然后可以有晒的空间 这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然后再来就是讲一些确定 可是它只就是公布 然后它没有统一的 敲垃圾的地方 所以就必须要 跟着垃圾车的时间到 再来就是它那个楼下 它是那种磁扣的门 不然这是优点 但是因为我们很常点外送 所以等于说外送门根本进不来 没办法拉起 她说我楼上帮你开门 那楼下她是拿上来这样子 对 所以这也挺麻烦的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这边是套房的关系 所以他们比较 不能接受可以开火的事情 对啊 对 不能用迷惑 但是煮饭啊什么东西 就是比较麻烦 像这边有另外做一个榴梨台 但是要下厨还是有一个厨房的空间 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我会觉得你没差 你根本没有在下厨 反正简单来说 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刚刚其实是 稍微好像有提交 但是你也很明确的讲 这边的时间大概2万亿 实际上去算的话 我们如果还要算多点食品的话 一定2000块 其实算是没有贵 那再加上你住店5块 然后加上来 哇 这样的支付月大概是2万3 那2万3除以30的话 所以一天起买的 那你就去参考 那你觉得 你想要更舒适的环境吗 让空间小 还是你想要的是那种空间比较大 因为我相信2万1在三重 是可以租到空间稍微 比这边更大一点 但是环境可能没有那么好 环境好的意思是说 居住环境 不是周围环境 因为周围可能有老房子 但是周围很好的 当然但是我们稍微 比较注重干净 我们就有这样子 那最近为什么会推 其实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 因为他家是高雄人嘛 所以有时候会下去 找他妈什么的 就去一个月就是一个礼拜 然后再加上 我们有时候去大陆 宁中我家起来 可能一年有几个月的时间 都不在这些房子里面 但我们还是要付房住嘛 所以就稍微尴尬了一点 所以之后我们会去 我们搬回去我们的公司那边住 那我们公司那边有一间 就是空的房间 然后我们最近就是 把它整个处理了一下 那今天是我们在这边 住的最后一天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还是很喜欢这边 真的啊 可是我觉得 那边用完之后 应该也会做得蛮新鲜的 主要是床垫的部分吧 毕竟有腰到一些 对 贊助的部分 真的 你还记得我 我昨天回去看我们手机家的影片 我那时候不是 穿一场他欢迎贊助什么的 然后就会真的有 我觉得蛮开心的 感谢月梦同店 你自己改名字有关系吧 反正我是觉得很赞 其实我是觉得啦 因为虽然说 如果有两个地方住 就是比如说 你工作的地方 跟你社交的地方 在同个地方的话 会不太好 但是呢 我自己觉得我们出来 外面注意的一个圈 就是我会懒得去公司 因为有些事情 我们在这边就可以做 我觉得那是刚好 是因为我们工作的性质 是可以 对啦对啦 因为我们自己开 我们做的是一个 也是相关的东西 所以稍微有一点点懒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需要适应一下 再来就是 因为我们那边也是 算是老屋 繁星 真的是蛮久没有住的 但是那边真的是大很多 所以我们之后呢 会有一集公司的开箱 说不定我们那个 一个地方可以 单独的柴一集出来 对我是这样讲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这支影片 反正就是 大家可以留言啦 你觉得2万1亿住这样子 是花了刚好呢 还是稍微有一点奢华了 就这样 跟这间房子说再见了 嗯 嗯 那以上就是今天这支影片啦 还没有订阅的 拜托订阅一下 满喜欢一下 我们大家 订阅按赞 小分享 拜拜 拜托订阅一下 拜拜 拜托订阅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